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殿逝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圆满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圆满生命 如果我们心的动机是带着一个悲心 以一个善心的时候 然后再从我们五根中的眼睛 眼睛看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的事物 有动物有敬物 动物可以说是任何的有情人类的 敬物是我们的山河大地一切 当我们以慈悲心之眼 以慈爱的眼睛看出去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把一种慈爱的力量 也给予出去了 如果只把人生用在今生眼前的金钱利益 那是真正浪费了今生的解脱机会 如果不想解脱 如果不想解脱 至少要有来生的想法 要为来生投身善道做准备 首先要行持实善 要从心上起改变 譬如不杀身 是心上真的不起伤害众生的念头 能帮助我们调整自己心的方法 就是佛法 就是佛法 去祝亭 这些崇律 进入 在我所都会 在佛法 我 这就知道 在墙形 启 这 再 一个能够降佛自心,对峙烦恼,将佛法用在心上的人,他就是弘扬佛教的人。 佛教不是用双手去持有,也不是建设一座碉堡来保存收藏。 真正持守佛教,就是在心上正确地进行文、思、修三学,降佛自心,净除烦恼。 这样做到的人,就是一个住持正法,住持佛教的圣者。 很多弟子喜欢跑去找上师问谱,请上师禅观一下吉凶。 其实佛陀2500年前就帮我们谱了一卦,那是最灵最重要的一卦,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最后的供养,就是心中勤修戒电会三学,要有因果观,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相信的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吃肉的第一个原因,是动物被杀时所经历的强烈痛苦。 第二个理由,是基于自身修持大圣佛法,是众生为母的训练。 第二个理由是基于自身修持大圣佛法,是众生为母的训练。 我们说要尽一切努力解脱众生于苦海。 我们发愿说自己要这么做。 记忆发愿,如果连想都不想就去吃肉,那就不好了。 必须好好思维这件事。 你如果要引发出慈悲心,你需要拨下种子,慢慢去修炼你的心。 然后你的心要成为菩提心。 这样赐弟弟去修行,才会有一天能够真正可以发起一个正确的菩提心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宽恕别人的过失。 这会为你的人生带来积极的态度与正面的情绪。 也同样会为别人带来积极的影响,即使他们的确犯了错误。 如果你能升起宽宽的胸怀,这些功德将会帮助你战胜痛苦,并升起对一切众生的仁爱态度。 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互相依靠,这是因果的道理。 我们不可能不依靠别人而活着,而依靠的方式也要透过关爱、关怀的方式来做依靠。 如此大家都会生活在喜乐之中,要不然总是在参疑、生气、妒忌或是总想伤害别人,自己也不会开心的。 我们不可能不依靠别人,自己也不会开心的。 我们不可能不依靠别人,自己也不会开心的。 法王开示说,尤其是一个观修慈悲的人,更应以谦虚而对质傲慢。 因为我们一想到众生无量的苦,只想去解除众生的痛苦。 因此,深苦意集中一措,只是关注众生的需要。 知道自己还有太多事还没做到,还有太多事要为众生做。 这样就没空生起傲慢。 傲慢是有损慈悲修持的。 太傲慢,自我意识太强的人,很难放下自己。 生活在世间,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各种身心方面的痛苦。 有些人有身体上的病痛,有些人有心理方面的疾病。 事实上,很多痛苦是因为内外的病而起的。 故名思义,药师佛和医药有关,能满足众生所需的医药救护。 因此,因此,医药师佛可帮助我们自己及他人,消除身心内外各种病苦。 。 红尖心 。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心态混乱了 无法平静下来 因此我们想要得到快乐 却总是得不到 然而快乐就在我们心中 降服了烦恼才能得到快乐 内心不平静 所有想要快乐的想法 都会被摧毁掉 我希望各位能够寻求内心的平静 方法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放轻松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体会 一颗平和安稳的心 需要的是智慧的圣身开展 这不能以修了多长时间的法来计算 而是应该看一个人 日复一日 周复一周 年复一年的变化 也许可以用仁爱与慈悲来衡量 我们可以自问 发展出更多提升空间了吗 为了实现这些提升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做出了哪些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自身的利益上来讲 称恨的情绪是没有帮助的 保持一种心情的平静 平静已对 这是真正对我们有好处的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都要保持一种觉知 要了解称恨心是不好的 在生活中随时提醒自己 我便没有说 我们必须马上放弃吃肉 我了解要放弃吃肉的困难 但我的确说了我们需要好好思维 如果我们是以灯大乘之道的修行人 已经开始思维一切友情众生 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或儿女的话 那么我们就真的必须对这件事进行深思了 只是听闻佛法 或是对佛法有某种了解 这对我们的修持不是那么有帮助 我们真正必须做的 是将佛法与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一而再再而三地练习 直至它成为我们的天性为止 这即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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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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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健保室署长立批中议书 嘴阳三点空 已经在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开始 民众只要带健保卡去朝乡 就可以注文 嘴阳 那可以用现金投资 竟然更方便 朝乡注文 嘴阳 只要透过简单的五报 第一 选择方便领会朝乡 毫无期待 第二 点算 风亦大作战 第三 插进去健保卡 第二 掌握个人的资料 第五 如果高级的团子 账出来 你整台高级就完成了 为了票便不记得高级 你使用忙碌或是健保室的APP 完成 嘴阳的注文后 你都可以直接在刷顶 订阅 是 尽然你不习惯 修用忙碌 还是没法清醒去邀请 欢迎你利用朝乡的通路 不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上在人间 世界有一切会改变 他说师父曾经说过 做任何事都不要有压力 否则事情会做不好 但是自己试了以后发现 做起事来反而充容 但是变成没效率 是哪里出了问题 没有压力不代表不尽力 我想要努力 但没有压力 还是要很细心的 把事情做得很好 达到效率 但是不是随便 华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华生功德书圣行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嗯 有用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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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